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整個 小雞作戰的團隊裡面 不是互相去踐踏對方 而是互相去成就跟幫忙對方 我跟廖先祥是這樣子 那我想我跟侯漢廷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啦 就是像朱立倫黨主席 他應該要有一個思維 就如果今天要促成 真的在野整合的話 先把士林北投當作示範區 或是這個中正萬華 就是你看這個前兩天 他們有議員說中正萬華要倒了啦 國民黨對中正萬華要倒了 還沒提名 對 就是類似這種 比如說你要建構幾個有可能的 比如說現在蔡壁爐跟蔡吉昌的這個選區 看起來已經是比較穩定 就藍營是就是說願意離浪蔡壁爐 那有幾個選區可以做這個示範區的時候 或是原本有可能分裂的 有沒有辦法整合起來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考驗這個大人 大人們 大人物 主席們 朱立倫他們的能量 就是在做這種事情的 是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朱立倫到現在 或者是比如說侯漢廷 馬上就被新黨開除了 有可能啊 他現在還是新黨 他現在還是新黨 但他今天宣布 他是不是有說是要用五黨集選 應該也沒有 沒看到 說用五黨集選 但是潘淮宗有在底下說支持他 新黨的潘淮宗有說支持他 可是我是覺得說朱立倫主席在這整局裡面 我認為他是看得比較清楚的 因為他不只是看總統 他還看立委 那他整個局勢分起來看的話 你看像剛波基講到的幾個示範區 其實都有啊 像是在中一選區跟中二選區的這個聯動 我覺得他的效果是會很清楚看到的 我昨天看到一個內部的新聞就寫說呢 林靜儀的選情並不穩 不穩啊 林靜儀的選情並不穩 可是本來是蔡其昌在中一選區 因為他畢竟他選過台中市長 所以他的資源是比一般的立法委員多 他又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所以他是手伸的很長 他本來是 他就是台中的大家長 對 除了我自己的選區以外 我輕輕鬆鬆 我還要撈過去幫林靜儀打顏寬恆 他本來他想要做的是這個 可是當我們國民黨在這邊 跟民眾黨中一選區加中二選區 結合在一起 言寬恆跟這個蔡碧如 他變成一個連線之後 那抱歉 蔡其昌現在自過不暇 因為他想要選這個立法院長的這個問題 以及他被這個蔡碧如藍白河的這個牽制 讓他無能為力再去多幫其他選區的時候 那言寬恆的機會就來了 所以像這種整體的作戰的戰略跟戰術 我覺得是能夠為未來國會過半做很多加分的 那在那個另外基隆也一樣啊 基隆如果說謝麗公他去選了 那林沛祥掉了 那其實坦白說 那一席就是白白送給民進黨 而且不是很強的人選 是誰啊 就是退選大聯盟之後交接上去的一個人 對兩個啊 蔡智英先不選 後來那個又有什麼起訴 然後對對對 收牙 好像姓鄭吧 我現在也已經搞不清楚他們誰是誰了 可是像最近看到的那個民進黨的立委評估裡面 林靜宜就沒有被評估在綠燈區了 林靜宜就評估 你不能亂講喔 紅燈區不能亂講喔 黃燈區了 他就評估在黃燈區了 所以他就沒有在這個綠燈的範圍裡面嘛 那這很明顯我認為中一中二選區的聯動 幫了這個事情很大一部分 當然我覺得現在都還延遲過早 尤其在賴清德 他慢慢把年輕人的選票回流的這個時候 其實是給在野陣營一個很大的警惕 因為當年輕人回到了執政黨的身邊的時候 如果最後在野又是分裂的狀況下的話 在立委的選戰裡面 很有可能會有那種總統一票 年輕人就配給他的立委一票的這個現象 那對整體在野陣營都不利 都不利都不利都不利 所以呢 這個就原本五五波的 很可能就民進黨就帶過去了 對 所以說其實現在雖然看起來 立委的選局 那在野陣營 比現在民進黨這個執政陣營來得好 可是到最後會不會一直維持是這樣 其實非常的難講 對 非常難講 所以我覺得啦 這個藍白河作或在野整合這個議題 因為已經真的被講到爛了 所以最正確的方式還是一樣 就是去監督執政黨 然後明天七夕先吃一顆巧克力 對 然後很多人在講說 有一個說法我要問你 就是說好有疑是第三名啊 那他應該要打第二名的柯文哲 為什麼要去打第一名的賴清德呢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應該這樣講 如果今天有在野整合的前提的話 不管今天你排在第幾名 你該打的都是賴清德 就是在野陣營是不能互打的 在野陣營一互打 在野合作的機會就沒了 他說你不互打 那你就是放水柯文哲啊 這就是林耕仁的模式啊 你要不要變猴耕仁嘛 對不對 現在郭台銘快要變郭耕仁了 就是哪一個人在在野陣營裡面 去扮演那個 就是說互相攻擊的角色的時候 你就會被遺忘 在台北雖然是蔣萬安領先 但是黃珊珊其實也沒有太大的 去攻擊蔣萬安啦 老實說啦 所以其實藍軍對黃珊珊的好感度 是很高的 那蔣萬安更是自知 沒有 他們單純 台北的狀況比較單純 就是只是因為蔣萬安 在最後階段民調領先 所以大家就集中選票 讓蔣萬安衝高一點 可是也沒有 因此把黃珊珊棄掉 黃珊珊其實還是保了一個 等於是一個保底 而且國民黨在選舉過程當中 也都一直在強調沒有棄保 我們並沒有去操作所謂的棄保 去傷害其他人 裡面有沒有選票移動 有 那是選民自由的優異 那個就叫自主 那個叫自主的這個選擇 可是在新竹就是很明顯 林耕仁是自己把自己打到一個 沒有辦法救的狀況 所以他現在又覺得高官被起訴 還我公道 這就是他活在不同的世界的原因 他一直都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那我們就祝福他 但是我們希望侯友宜 如果有兩個選項 A選項是像蔣萬安那樣 B選項是像林耕仁那樣 我還是希望侯友宜 可以像蔣萬安那樣 蔣萬安在前期的時候 也遇過民調不穩的情況 甚至有人私下跟黃旅主委說 應該要換人 其實真的有這個狀況 那他也有曾經就一度 左打這個陳時中 右打黃珊珊的策略 那後來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跟他講說 沒有 不管你今天第一 第二第三名 你就是監督執政黨就對了 就是打陳時中 沒有這段時間有點麻煩 就是因為民進黨不是一個木頭 民進黨不是在那邊看你們在野 誰領先誰交叉什麼樣 他不會傻傻在那邊等你們 民進黨是會策略性調控的 所以如果今天侯友宜開始感受到 民進黨開始認真打侯友宜的時候 就表示民進黨的內參民調 侯友宜已經變成第二名了 沒錯 這個叫做口閒體正直 你只要看民進黨真的在打誰 你就知道他們的內部民調是在支持 就是說對誰誰才是他們真正的敵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翻兩瞪眼 你看到他們衛躍案的時候 打侯友宜打的跟什麼一樣 可是呢一下子不見了 突然整個辯政往柯文哲去打的時候 你就發現柯文哲所有民調通通都領先了 所以如果你說在野陣營還真的又互打在一起的話 那只是更順了民進黨的意而已 但目前看起來你知道 民進黨現在就是台灣這次選舉的如來佛主 而孫悟空三個都是孫悟空 被他壓在這個五指三下 玩弄在鼓掌之間